又有一段時間沒有拍片和大家煮小飯了 今天不如就還是冷冷的天氣 煮這個金針雲耳環雞煲仔飯 都是試一下而已 首先雞就是有這個喉頭菇 即食的喉頭菇 金雪葉就會看到有的 非常方便 而且很好吃 我記得我用三杯雞做法煮過 但這次我嘗試加金針和雲耳 一樣都會很好吃 當然你可以買雲耳和金針回來 因為它是乾貨 有這個雲耳和這個金針 在乾貨店就會看到有的 非常簡單 現在先炒金針雲耳和這個喉頭菇 先炒金針雲耳和這個喉頭菇 好 我們就下一點油 然後可以加幾片薑爆香它 是要炒金針雲耳和這個喉頭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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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火燒開到最大 現在可以放一個喉頭菇 因為我的鍋底不是很大 所以這裡大概是100克的喉頭菇 另外很快就會有香味 可以加入金針雲耳和金針雲耳 一起炒香 其實現在我只是輕輕辣一辣 它們而已 還有加少許調味 調味方面有什麼呢 很簡單 剛剛有這個醬油 即是醬油 我大概這裏就給它有四分三湯匙 因為我沒有很多糖 另外我自己就喜歡用這個日本的味道 四分三湯匙到 好了 已經用完了 好 我另外就是這個糖 我大概都是1比1 四分三湯匙到 1比1比1 好 我們這裡先炒一下 金針和菇 都會有一點水 很容易吸收 那我自己的做法 我會加少許的生粉水 讓醬汁稍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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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我們這裡就可以熄火備用了 上碟 好 既然 好 既然用電池爐 好 既然我用電池爐 好 既然我用電池爐 好 不可以直接放在爐爐煮飯 好 我自己就會比較難 加一個平底鍋 然後在旁邊加水就可以煮飯 好了 這樣大概飯已經熟了 我們就可以放些材料進去 現在是很熱的 我們放些材料放在飯面上 鋪平它 然後我們再吸一吸蓋 我們同時也可以加些麻油 提香和提鮮也可以 好 我們就再拖蓋了 剛剛在旁邊淋了醬油 讓飯底有一點焦香味 現在可以再加少許麻油 讓顏色更漂亮 豐富一點 這樣就完成了這個煲仔飯 可以嗎 金針雲耳滑雞煲仔飯 希望你們都喜歡 我自己就急不及提想吃了 下次正式做事再見 Bye 旁邊淋